市场的降息共识被打破 而究其原因是因为一组重要的经济数据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 它为什么会对市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这次达沃斯论坛到底说了什么 阿吉给大家总结了三条 对未来投资大方向的重要指引 也凸显了一个关键的主旋律 今天就来看是什么 还有一些小消息 其中司法部起诉苹果的概率是越来越大了 中国也重新公布了它的青年就业数据 还有谷歌特斯拉的消息 那么就开始进节目吧 对了,在节目开始之前 阿吉想提醒一下各位 记得打开频道的小铃铛 调整成全部 这样就不会错过阿吉的任何视频 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今天的市场低开震荡 三大股指圈线收跌 其中标普百跌了0056% 纳斯达克跌了0059% 板块方面 今天所有板块也都下挫 房地产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跌 跌超1% 必须凭板块跌幅最小 仅为0012% 今天的一组经济数据 直接给市场的降息预期撕开了一个大口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为什么市场会有如此反应 对未来又意味着什么 这组数据就是今天公布的零售数据 报告显示 12月的零售环比上涨了0.6% 高于预期的0.4% 也高于上个月的0.2% 同比上涨了5.6% 高于12月核心CPI的3.9% 显示出消费者的强劲 这也让10月到12月的四季度零售消费 同比上涨了3.9% 同样跑赢了通胀 如果年化四季度CPI的环比涨幅 只有3.2% 这些都说明 零售数据的上涨 不仅仅是价格推动的 美国人买东西也确实多了 两项核心的零售指标也非常强劲 除去汽车消费的零售数据 环比上涨了0.4% 高于预期的0.2% 除去汽车和油站消费 则环比上涨了0.6% 细分数据中 汽车吉林部件环比上涨了1.1% 网购环比上涨了1.5% 百货商店也环比上涨了1.5% 这些都是零售的大头 下跌比较多的是医疗和个人卫生领域 环比下跌了1.4% 还有家具用品环比下跌了1% 油站也下跌了1.3% 不过这个和12月份的邮件有关 其余都上涨 同样反映零售数据是多点开花 不是各别领域带动的 然而市场看到消费强劲的消息 却不高兴了 三大股指在早盘纷纷下跌 这是因为这份零售数据 刚好支持了最近美联储的言论 削弱了降息的预期 周末 亚特兰大联储分行主席Bostick 就出来打压市场 说未来通胀可能会下滑得很慢 市场听到了我们说的话 但他们认为通胀下滑的 会比我想象的要快 我们的预期很清楚 Bostick说 未来通胀会下滑得很慢 就是在暗示降息没有那么快 又说我们的预期很清楚 则是在说市场太乐观了 美联储点证图上只有75个基点 但市场却有150个基点的降息预期 昨天美联储理事 Waller 也在试图管理市场的降息预期 他首先说 我们离2%的通胀目标已经很接近了 但话风一转就说 经济很好 让我们可以更灵活 最坏的情况就是先降息 结果通胀又起来了 Waller还提到 CPF的季度调整数据 可能会扭转现在通胀的趋势 22年四季度就是如此 摩根斯坦利的教育主管就表示 美联储已经开始不停地强调 他们不急着降息 所以今天这个好预期的零售数据 就支持了这个说法 不会让他们再近期改变论调 CME上 对于3月份美联储降息的概率 则跌了超过10个百分点 从昨天的62.1%下滑到了51.9 5月份也是如此 保持现有利率不变的概率 从昨天的2.5%飙涨到了12% 降一次的概率反而最大 为48% 但更为重要的是 分歧变得更加明显了 3月份 降息的可能性接近一半一半 5月份则是要在保持不变 降息一次和两次三个情况中间抉择 这也就是说 现在市场对降息的不确定性增强了 阿吉认为 这种演变符合我们之前的预测 那时候就说过 市场的降息预期打得太满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都有可能让这种预期遭受打击 所以美股短期内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不过 我们也说过 经济强劲不一定代表着通胀顽固 起码三级路的美国经济就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即便零售数据强劲 市场的反应也不是特别大 更为关键的还是通胀数据本身 CME上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即便不确定性增强了 市场的降息预期依然很高涨 不愿意放弃三月份降息的可能性 因为如果二月份公布的CPI数据再次下滑 那么当前的情绪又会反转 但这里面 阿吉觉得非常有必要提一个核心的问题 这也是华尔街忽略的 那就是 美联储的降息条件究竟是什么 现在市场的逻辑假设是 通胀下滑就降息 那么你可以解读为 美联储是担心真实利率太高 让金融环境太过紧缩 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风险 所以需要降息来控制一下 但按照这个逻辑 如果经济持续强劲 美联储还有降息的必要吗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可以无限拖延的 不论是从GDP增长 还是从失业率来看 目前都找不到让美联储降息的理由 而会迫使美联储降息的 基本上只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失业率快速上升 另一个则是通胀 开始持续地低于2% 但任何一个条件 都反映了经济面临危险 对我们投资是不利的 所以对我来说 在未来美联储的观察当中 毕竟什么时候降息 降多少 更为重要的是要搞清楚降息的条件 以及美联储 是否会采取预防性的降息 这对最后能否实现软着陆 可能是最为核心的变量 说到经济强劲 今天另一组数据也释放了乐观的信号 那就是开发商信心指数 数据显示 1月份 开发商的信心上升了7个点 来到了44 连续两个月上涨 创了去年9月以来的新高 任何低于50的数字 都代表整体的信心偏负面 但这段时间 信心的改善似乎预示着 开发商的信心马上就要转正了 那么房地产的回暖 也就值得期待 美国开发商协会的主席就指出 最近利率的下滑 让更多人买得起房子 刺激了需求 而单户住宅还是很紧缺 预计2024年会持续增长 房贷利率的确下滑明显 从10月中旬的8% 下滑到了12月的6% 其中 对未来6个月的销售预期 上升了12个点 来到了57 是唯一一个细分指标当中 高位50融库线的 这一定程度上表明 未来新建房屋的数据 不会太差 而房地产 对经济是有很强的拉动作用 如果房地产继续维持 同样会冲击当前市场的降息预期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两天举行的达沃斯论坛 作为全球最盛大的经济会议 这次达沃斯论坛 却有一个离不开的主旋律 那就是地缘政治 华尔街日报称 地缘政治可能会主导 未来10年的经济局势 这也让每个企业不得不去面对 会深刻地影响 他们对于未来的战略布局 这当然 对我们投资也有重大的影响 下面阿吉就给大家总结 达沃斯论坛上 最值得关注的内容 第一个是一个重大的趋势 那就是去全球化正在提速 从2016年英国脱欧 特朗普当选开始 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 就宣告终结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分裂主义 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 这个趋势在中美贸易战 以及后来的疫情之下 愈演愈烈 而如今俄乌战争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还有红海局势 都让企业们 无法像以前那样运营 瑞士载保险公司的总裁就说 地缘政治 是比经济高一级的问题 自从1980年代 美苏冷战最紧张的时期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面临过 如此险峻的国际局势 地产公司JAL的CEO则表示 我们是带着长长的干扰清单 来开启2024年的 你必须保证 你的组织足够灵活 才能够应对 这突如其来的威胁 那么 这对我们投资者来说 就意味着 能够在这段紧张的时期 脱颖而出的 一定是那些业务分散 足够灵活 而且应对能力很强的企业 而这对管理层 和指令的传达 就有了更高的要求 而在去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芯片 台积电 是全球先进芯片 最主要的生产商 如果它出了问题 后果不堪设想 但随着事态的演变 台积电的风险 在上升 而不是在减少 瑞典电信巨头 爱立信的CEO 在论坛中就说 公司从2018年 就在分散化 自家的半导体供应 必须要把芯片供应的威胁 考虑进所有的角色当中 如果万一拿不到芯片 又该怎么应对 我想 这是所有公司 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 是美国的选举 这也和去全球化有关 国际金融协会的副主席就说 每次对话 每次交谈 都会被问 我认为谁会赢爱荷华 谁会赢 辛坎布什尔州 特朗普2.0的可能性有多大 而这些问题的背后 就是担心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国会重新回到保护主义 孤立主义 我们对于全球的领导 失去了一致性 一位欧洲银行的总裁就表示 他们公司进行了沙盘推演 来试图理解 一个特朗普政府 对他们的企业意味着什么 如果其他公司也这么做 我并不会感到意外 日本一家酒水巨头的CEO就说 上次特朗普最在乎的就是贸易 所以我相信 贸易相关的问题会很严重 他表示 自己已经将部分的工厂 移到了美国 来避免未来可能的贸易纷争 扎打银行的CEO则说 选举后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就是和中国的关系怎么处理 拜登和中国最近的在会 起码代表着 他想要稳定和中国的关系 但如果特朗普上台了 他是个交易士总统 也许能够继续稳定 但有可能出现恶化 最近特朗普的竞选言论当中 就说要进一步加钱关税 欧盟则是最担心的 因为特朗普不止一次地 表达了对普京的欣赏 可能会让俄罗斯变本加厉 第三个则是AI 纽约时报就说 AI占据了超过20个会议 看起来应该叫做 达沃斯AI论坛 但阿吉认为 最重要的是论坛中领导们开始讨论 关于AI的准确性 而且是针对像医院一样的重要场景 这是建立监管层对AI的信任 推动AI普及非常重要的一步 Salesforce AI的CEO就表示 强人工智能的普及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辅助 深入辅助我们的工作 第二步是监督 监督他完成的准确性 第三步就可以放手了 Sam Altman也在论坛上 给出了他的看法 他说我们需要一场能源突破 才能够发展未来的AI 认为AI所需要的能源消耗 会十分巨大 远超人们的想象 他自己就在2021年 给美国一家核聚变公司 提供了3.75亿美元的资金 但对生活的改变 他则淡化了影响 说GPT4出来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蒙了 但也只是蒙了两周 现在你再去问他们会说 怎么AI的进度这么慢 Altman也说 他预计对于工人来说 AI会带来很多的好处 比如更高的效率 就能够带来更高的薪资 也可能帮助人们度过中年危机 当然部分工种肯定是会被取代的 他也较为谨慎 表示虽然我们总能够找到东西做 但这次确实有点不同 万一未来 AI的认知水平比我们高会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阿吉认为 从投资的角度 这次的论坛 对未来投资大方向提供了一些帮助 我简单归难一下这几点 第一是未来投资的波动会增加 这是源于对源政治的不确定性 第二就是和上面说的一样 能够脱颖而出 或者立于不败之地的公司 一定是应对能力很强的公司 这对于管理层 有着更高的要求 也更考验投资者的选股能力 第三就是选择公司 一定要有AI属性 要么引领AI的浪潮 要么积极参与 保持开放的心态 而像以前那样 无脑拿十年 即便是好公司 可能也有巨大的风险 这值得注意 最后再来看几条小消息 昨天谷歌又裁员了 宣布裁掉自己广告销售部门的几百人 上周谷歌就开始裁员 从自己的语音助手部门开始 也是几百人的规模 路透社就评价道 这彰显了谷歌 在公司内部快速地普及AI 以及自动化 打算加快降本增效的步伐 另一边 特斯拉又降价了 这次是欧洲 也就导致今天股价下跌 德国长续航 和高性能版的Model Y 都降了5000欧元 分别代表了9%和8.1%的折扣 法国的Model Y则降了6.7% 丹麦的车价 则直接砍了11% 公司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么做 但报道说 特斯拉在德国卖车并不顺利 2023年 新注册的车辆只有6.37万 下跌9% 而德国电动车 整体销量却上涨了11.4% 大众也以13.5的市占率 抢走了特斯拉 在德国电动车市场上的 头把交易 司法部准备起诉苹果垄断这件事 也有了更新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最早起诉时间可能是在3月 但也有可能错过 司法部最资深的反垄断检察官还没有点头 但这一发展也标志着 苹果被起诉的概率变大了 之前彭博报道的时候 只是说司法部在研究 其不起诉不确定 司法部的重点 是围绕在苹果 如何利用自己软硬结合的实力 阻碍其他公司的正当竞争 像Spotify 蓝牙跟踪公司Live360 还有通讯公司Beeper 都表达了对苹果的指控 另外苹果表 涉及血氧检测功能的 又被禁售了 本来公司就增长乏力 现在极大可能 还要面临司法诉讼 苹果今年的开头 真的是非常不顺利 三星则要给自己的手机 加入谷歌的生产式AI了 周三 三星说 最新的S24手机 会直接配置谷歌Gemini Nano 是谷歌最小的大语言模型 也可以通过语音服务 获取Gemini Pro的支援 这么做 刚好符合两家公司的利益 谷歌和微软正在持续竞争 比拼谁能更快地 把AI功能 镶嵌在日常使用的产品当中 微软有它独特的办公软件优势 但在移动端比较薄弱 所以谷歌就挑手机下手 三星则是需要刺激手机销量 四季度的时候 三星的市场 就被苹果和小米抢去了一部分 需要全新的吸引力 把客户拉回来 最后 中国的人口再度下滑 根据今天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23年 中国总共减少了208万人 是2022年的两倍多 其中 出生人口为902万人 比2022年少了54万人 死亡人口为1110万人 比2022年多了69万 总人口来到14.1亿人 近年来 中国和地方政府 还提供了税收优惠 更好的孕产妇保健措施 和其他激励政策 试图扭转出生率的快速下跌 例如去年 湖南长沙就发布新政 对生育三个以及以上的家庭 每个孩子 可以享受一次性的育儿补贴 1万人民币 但数据显示 2019年 中国人口的出生率 还在千分之十以上 2021年 就掉到了千分之7.52 三海政策后的2022年 则进一步下跌到了6.77 2023年的人口出生率 则仅只有6.39 中国青年就业数据也再次公布 做了两方面的调整 一个是发布 不包括在校学生 16至24岁的失业率 二是增加发布 不包括在校学生的 25岁至29岁的失业率 最新的数据显示 全年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平均值为5.2% 比上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 其中 不包含在校生的 16至24岁失业率为 14.9% 不包含在校生的 25至29岁的失业率为 6.1% 去年8月 中国国家统计局 就宣布停止发布 16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 当时逐月攀升 4月以来 就超过了20%的水平 作为对比 2023年 美国的青年失业率 也就是16至24岁的失业率 为7.5% 欧盟为14.1% 明天早上8点半 有新建房屋数据值的关注 亚特兰大联储放映主席 会再次讲话 财报方面就是盘前的台积电 大家别忘了关注哦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的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再走 至于输出不易 按照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